全國疫情延燒 但詐騙集團可沒休息 除了慣用假檢警方式之外 話術更是跟著時事走 詐騙集團會假冒 保險公司及檢警機關 利用話術來要求 被害人配合調查 最近流行的 疫情的那個議題 來當作新的一個詐騙的手法 但是本質上還是屬於假檢警 所以民眾就 不予有它 檢察官就告知民眾說 如果不要讓名下的財產 遭到凍結 那就需要支付一筆類似保證金的東西 這樣他才可以 就是繼續使用他名下的財產 所以民眾就不予有他 就支付了相關的款項 就是以面交以及匯款的方式 損失了近兩百萬元 基隆一名被害人 4月份接到假檢警電話 陸續交付了兩百多萬元現金 最後才驚覺遭到詐騙 而根據警察局統計資料 疫情期間 詐欺案件發生數 比3月份成長了9% 雖然詐騙都是傳統手法 但話數不斷地推陳出新 最近疫情升溫 遭到隔離以及確診 以及隔離的民眾越來越多 那可能民眾還沒有去 有確診或是隔離 那還沒有去領保險機 那就已經接到電話說 我們有收到您的保險金的理賠申請 那民眾就會可能就會因此驚慌 然後又相信了詐騙警察的話數 那我們也呼籲民眾說 接到任何可疑的電話 一定要再三的查證 先掛斷 不要輕信對方的任何的話數 先像比如說親友 或者是打我們的165反詐騙專線求證 而防疫期間 警察局為了提升民眾防止詐騙的觀念 推出了線上抽獎活動 民眾只要上金融市警察局 刑事警察大隊粉絲專頁 按讚分享並留言 就有機會抽到行動電源 記者黃少鳴金融報道